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宫仪修剧鱼 宫仪修是战国时期鲁国宰相刚任凌杰 他的一个朋友,直到他喜欢吃鱼,便送了一筐鱼给宫仪修 他坚持不收 朋友就问,我听说你爱吃啥送鱼来的 为什么不收下 宫仪修回答说 正因为我爱吃鱼,所以才不能收你的鱼 现在我是宰相,如果我收了一筐鱼,而被罢了官 不仅没有人再送鱼给我,我连拿钱买鱼都没有 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啊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